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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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我們第二部分的上流攻略 繼續跟明威說話 大家一講到吃法國菜 大家都除了口水都流了 心裏當然很多疑問 你剛才說法國菜都很著重形象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明威 有些什麼菜式 你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讓我們聽一下 讓我們也恨一下好不好 我最拿手的菜式就是蘑菇釀鵪鶉 蘑菇釀鵪鶉 怎麼混合呢 當然我的食材都是法國菜 不是我們在街市買的蘑菇 是法國來的蘑菇 它比較香 即是珍貴一點 珍貴一點 因為其實在香港出去吃法國菜的話 我做私房菜 我怎樣去跟別人有一個競爭性呢 就是可能我要給到法國菜的另一面 即是說基本上 那些人吃法國菜 吃鵝肝 吃什麼沙律 龍蝦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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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些東西 如果我的客人要求的話 都要做給他 我都會做給他 但是很多時候 我的客人要求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討論一下 你有什麼個人喜好 吃什麼不吃什麼 例如有些客人說 如果他說他不吃鵝肝 於是乎我可能會去轉另一個桌式給他 例如我給他一個牛肉他他 比較起來 牛肉他他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比鵝肝民生一點 但是如果他夠膽肯試的話 其實是一個另類的 不是另類的 是另外的選擇 讓他去體驗法國的飲食 但是你怎麼學回來的 其實真的 你又說不是在法國回來的 你是無私自通 還是找了神秘師傅 又求了三日三夜 我自問我有些 有些 煮食的天分 我有些煮食的天分 我自問 但是不是無私自通 也不是 因為 講到這一點 其實要講回 其實 我第一份工作 是做廚師的 原來突然又講過 再大熱 回到廚師 我第一份工作 是做廚師 是在我16歲的時候 是哪類的廚師 我是酒樓的廚師 中式酒樓 中式酒樓 乾炒牛可 我是乾炒牛可學戲的 就是這樣 在香港的 因為 我正統這樣學了中式廚師的 所謂熊虎仔 懂得招鍋 行不行 沒有 我學到拋鍋 我學到拋鍋 已經學到鍋尾 哇 但是 我是舊式 傳統的那種 學師 現在是中華廚藝學院 中華廚藝學院 但是 我那時候沒有的時候 我真的去酒樓那裏 跟師傅學 其實我有這樣的背景 學過中式的廚藝 包心刺套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有了這個背景之後 我再去學法國菜會比較容易 因為某程度上 法國菜煮食的過程 跟中國菜一樣 竟然 即是說 要經過很多的預備的部分 例如 法國菜他們的醬汁是很廣告 有時候醬汁是比那個材料更加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製作過程 例如 醬汁 很多時候你看一下是什麼湯底 基本上會分開乳湯 雞湯 肉湯 和胎湯 譬如 你不同的湯底 就會配不同的食材 基本上你 譬如你做雞的話 我的做法 我不會用回雞湯 我會用一些菜湯去配雞 如果雞的雞味 如果是好的雞 它的雞味就出來了 你沒有理由做雞用雞湯 那個味道比較單一 有時候需要去想想一些味道的配搭 如果做得好的話 其實那個胎湯會適合你 算不算很融化嗎 不融化 因為我根據主的方法 都是用回傳統的方法 但你就是看武功秘笈 學書做 我明白你講完 其實所有東西的道理都是類似 有人教我穿衣服 就是說 你沒有理由這麼傻 黑色外套 黑色襯衫 黑色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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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啊 我上次是 你馬上說我 你怎樣也要有少少撞 黑撞白 然後 你剛才說的這件事 它又有少少提供 你讀設計 如何配色 其實那個道理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配那些材料不同 講講配色和設計和飲食 固然一方面就是你吃下去的味道 但我猜因為你自己的背景是平面設計師 那會不會你特別注重食材畫幕裡漂亮 你知道我們吃西餐 現在我們通病好玩什麼 一見到當然是 拍了一張照片 你會不會放上Facebook 看看有沒有人回答你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菜式 想起你自己一做出來 別人看見就不用吃下去才會燙爆的 譬如我們吃西餐 最明顯是甜品 就算前菜我前排又去吃法律餐 我有一個菜式很特別 其實味道我真的覺得很普通 其實那個番茄 但它配五色番茄 它真的有紅番茄 黃番茄 綠番茄 紫番茄 還有什麼番茄 我都不記得 總之是橙色番茄 真的有五種顏色在那裡 其實吃下去 味道也不是真的分別很大 但看上去做iCatching 我一放上Facebook 就有很多人like 你有沒有這些拿手菜式 看見就拍照 甜品是香港人很喜歡的部分 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反而甜品我不是最灑膠 但有些什麼你覺得是visually一看 因為你也說法國在其中一樣 你要看下去 我反而我只中空間 什麼空間呢 即是說一個碟 放些什麼東西上去 如果你那樣食物是很小型的 譬如我舉個例子 是一顆番茄的 OK 那會不會真的用一隻小碟 裝著它呢 我反而覺得要用一隻大碟裝 又是玩contrast 這些是說空間的運用 然後為什麼那些客人 你上了台之後 他覺得語別不同 其實一聲我下的意思 就是他沒有見過 他覺得語別不同 除了你剛才說過 一個番茄仔給一個大碟的人 看到會畫一聲 你做了什麼菜式 可以說到讓人家一看 你每次都還馬上說 我有客人很喜歡一個甜品 就是紅酒釀梨 紅酒釀梨 是的 半雲尼拉薯膏 紅色撞過白色 紅色撞過白色 有一個梨 當然醃了的梨 是醃了的梨 一個白碟裝著一粒紅色的梨 然後它有些紅色的汁 做一個湯 然後汁上面有一粒白色的梨拉薯膏 我想明星有時都會玩這個手法 就是白色西裝 做一條紅泰 或者是紅色襯衣 或者是紅鞋 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最主要就是看看你和客人的溝通 你要知道客人的喜好 但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拍攝這麼多年飲食 發覺是最難拍的 為甚麼 你很難拍到他想原意表達他的樣子 太高境界 因為說真的 這麼大的碟 他就放了一粒番茄 其實是最難拍的 我拍到一粒番茄就拍不到一隻碟 我拍到一隻碟就拍到很小的番茄 但拍出來的效果不漂亮 又或者你放了一粒番茄之後 你有甚麼其他東西去伴著那粒番茄 其實那樣東西才是難 那粒番茄不難 但其實你用甚麼東西放上去 令到那粒番茄更漂亮 其實是最難的 像畫一樣 對 你要吃得太多一幅畫 於是這個東西 就牽涉到我學設計的時候 學到的東西 我可以發揮到 但你有沒有玩很多份子料理的東西 我不懂 你不懂 我亦都不是很難拍 為甚麼 我喜歡原汁原味多一點 而且我喜歡食物那種圓形多一點 即是說食物原先的形態 多過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是一個很全身的體驗 來的 的熱騎堂 但我是比較傳統的人 不要那麼多加工 加備 其實它是在飲食業裏面 一個很燙生的部分 我想給你多五年時間 如果它仍然存在 證明它是有效的 那它是有效的 即是沒有被市場淘汰 如果它亦都存在的話 我會覺得它那個演變 只是會變得越來越好 我覺得如果五年後它仍然存在 我就會 將它吸納為自己 這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用的概念 就是其實有時候 你給少許時間證明 如果你的市場真是接受到你的 那就不要跟市場爭辯 如果市場淘汰你的 那你也不要用市場 只要說 我是不是要改變一下 我想香港的設計界 不單止是老師也好 還是比較資深一點的設計師也好 都有一個心態和一個觀念 就是他們希望可以保留香港的特色 或者保留一些事物去的傳統 我想這件事是需要我們一起去努力 我想在下兩位都會是希望 就是懷面著一些很美好的時光 不是只是懷面 某個部分 就是你會在你的回憶裏面 有些很好的地方 你需要周不遲拿出來去回美一下 那些東西其實 是我們作為設計師 我們很希望可以保留著 也都是為何我在上半個月說了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不選擇 選擇擔當堂 擔當堂是我小朋友的時候 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就是類似的例子 我覺得我們作為香港人 一些價值的問題 我們需要去想一想 明威來又說回你的私房菜 我們說了很多食物 你怎麼擺得漂亮 你又說設計 其中一個 據我所知你是在家裏做 然後又開放在家裏 給客人上來 當中其實牽涉很多人的元素 人的溝通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當中有沒有什麼趣事 或者有什麼客人 客人怎麼找回來 有什麼名字 可能不可以開 但是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群體 有什麼趣事 我的客人就是傳媒的人多 傳媒的人多 傳媒的人多 有時候會是做記者 做報館 那一類的傳媒人多 但是如果想找華仔 就在樓下等我怎麼用 還是很久都來過 我又未認識到華仔的界別 但是希望之後有機會 但是我帶一批客人 其實是一班在報館做的團媒人 他們吃了很開心 因為我家裏有一個好處 就是去私隱道高 旁邊拍攝也拍不到 是的 因為我每一晚服務四個人 一位桌 所以因為私隱道高 他們來到我家 因為工作壓力大 他們來到我家 就是因而能夠很輕鬆地去吃一頓好的 我覺得我其中一個吸客的原因 就是我家的環境 我家的環境和氣氛 傳媒就是私隱道高 其實我又沒有工作人 因為傳媒知道很多私隱的東西 是不是多東西八卦 八卦工作的困難 你不是隨時可以做娛樂新聞眼 很多年爆發嗎 我也需要有我的道德 我的角色除了我在過程上菜煮食之外 其實我都需要跟客人有些交流 摸一下酒杯帶 OK 問一下 除了傳媒之外 另外還有哪類客人的群體多 女生多一點 我認識那些客人 真的很著重私隱道 有政府高官 有明星 即公眾人物會不會這麼說 他又沒有這麼公眾 明媛 明人 明人都有 於是他們來到的時候 當然可以唱左浴然 很多他們對我有信任 你不會爆出來 你現在坐過那麼久都不說 不過另外我聽聞 有人跟我說 是女士多 其實我知道你做法學師 他也是一個老友 跟我說 據他所知 很多時候會有 四個單身的女士 上來吃 但是他說 絕少或者差不多沒有 就很少四個單身男士上來吃 是不是 香港的男人 不是很著重吃的過程 是嗎 可能最重要是好吃 最重要是好吃 夾大見 但是香港的女生 真的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教育 因為教育程度普及高 真的 這件事 於是乎 香港的女生著重生活質素 他 的確也會著重男人的質素 於是乎 四個很著重生活質素的女生 上來我 所以就擔心了 當然是講一下男人的質素 是不是 黃迪斯小姐上來 數臭了香港的男人 未必是數透香港的男人 但是有時候 的而其一託 他們會講一下香港女生 認識男生的困難 那 他們是最困難的一個困難 是不是 眼角比較高 眼角高 有時候某個程度上 真是男人的託角 竟然是 是的 我覺得男人跟女生的分別 就是男人以為女人緊張這些事 其實 其實女人就說不是 女人緊張那些事 男人聽了之後 可能就會說 是不是這些 這樣 例如 女生說 你猜我真的希望你有一層樓 有輛車嗎 你沒有都OK的 但是你要懂得怎樣關心我 有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有就更好 有當然好 是 bonus 但是其實 有很多有車有樓的男人 不懂得關心女生 這個反而還是問題 反而這個才是問題 那 女生很著重生活的質素 於是 他們著重食物 亮不亮 他們著重好不好吃 於是他們來到私房桌上 他們可以享受他們的生活 嗯 即是你給了一個私人空間 他們除了好吃 又有感覺 又有漂亮 嗯 但是其實計算數 即是800元一位 即是8.4.32元 那你還要做5.6元 其實那裡已經是一份正職的量 即收入都頗為風頭 還要加上輸 那你真的很好 800元聽上去很貴 是 但是如果是一個六個菜的菜式 再加酒水 是你的食材聖部 是 那其實是很划算的 是 OK 那 其實我最大的中指 也不是賺錢 賺錢 我希望那些人值得開心 而且他覺得給800元是值的 是要超值 我覺得他覺得值 是不是超值就不敢說了 但是我給的環境 我給的服務 我給的食物 我覺得他覺得是超值的 我做私房菜 我的目的是認識朋友 我是想認識朋友 我是想認識不同階層的朋友 哇 這個就是我經常說 一年認識100個朋友的概念 現在就不說那麼多 都要跟你請教一下 原來 我想一下 我是不是也要開一間私房菜 但是要你煮 辛苦了 你不用猜了 你站出來 你站出來 跟他進樓 你站出來 在他那裏做 真的可以跟你有些交流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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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轉一下話題 明威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記得其實你家裡的背景 也不是富二代 你爸爸也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你怎麼從你那時候又要做廚房 一步步走到你現在 現在都在搞書 搞平衡設計 又說搞藝術 現在你說搞私房菜 雖然不是飛黃騰塔賺大錢 但Ian也跟你算了數 都叫收入都不錯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怎麼走到這一步 但是最想知道真的 怎樣由16歲的人 應該讀書的時候 你又走去做廚房 但你現在可以讀老師 以前讀書 真的是一個很正統的路 就是說只有一個路 你不能選擇 你讀到就繼續上 我上不了去的原因 就是我當年有一個中三的淘汰士 我就是中三淘汰士 淘汰了出來的 OK 那為什麼我讀不到呢 是不是我很頑皮呢 搞事呢 我又不是那類的小朋友 我是靜了不得了 亦都很害羞的一個小朋友 但是很奇怪 我讀書讀也讀不到 不入腦的那些東西 但是香港是依色營的人才能上去的 就是說你要讀到東西入腦 又懂得考試 你才上位 才上位 才能入到大學 我偏偏就不是那些人 我是有老發達的人 那就慘了 於是我就在那個 傳統制度之下 淘汰了 那我就 於是乎呢 我十六歲出來 都沒有中三 都沒有什麼好做 其實 那我就 去了一個 細宿白的 餐餐酒樓 那裏 做學師 做了幾年 做了兩年 多一點 18歲 是的 到18歲 我記得 我突然間決定做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已經做到去打殼的位置 打殼的意思 這個職位是做執送 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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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這個位置 然後開始接觸 即是阿哥 那些大佬 落了牆 之後我幫忙炒 的地方 然後呢 有一晚 我清潔好整個牆之後 我突然間問了自己一個問題 我是不是一輩子人就躲在這個廚房 就一輩子 我的答案是不 然後第二天我上班 我就辭職了 即是突然間叮一聲 又聲鼓了 其實我是一個衝動的人 是 某個程度上 那衝動然後辭職之後 我辭職之後呢 我就回去讀夜校 OK 然後呢 讀夜校又再讀一年中三 我由夜校的中三開始讀 因為我的基礎都不是很好 我早上就是一間室內設計的公司 但是反而呢 半公獨 反而我在室內設計公司做事 我沒有學到任何設計的東西 但是我學了跟人相處的東西 我的老闆很失望 他就帶我去見客 於是乎 我不用做事的去見客的時候 我只是吃的去 但是呢 我是一個很擅長觀察的人 於是我在那三年做這間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就 我老闆教了我很多 見不同類型的人 的一些技巧 還有英文 OK 是的 於是乎我就半工讀 之後早上班 晚上讀書 那就讀到會考 我在會考之前就 辭了這份工作 有運輸 專身會考 運輸會考 那會考出來都不是很好 我是僅僅不放合格 是的 然後又再讀書的設計 然後我就轉去另一間印刷公司做事 印刷公司 你做很多東西 我就轉去一間印聖經的公司做事 OK 是的 我跟的老闆就是紐西蘭人 我做了三年 我在那三年裏面 我就操耗英文 OK 那你都越懂英文 你在即場你真的英文不行的話 其實你是 你可以發揮 以及你可以去發展的道路 是少很多 那我就練英文了 然後 然後 三年之後 我就 滴起心肝 去美國讀書 即是自己存了一塊錢 我自己存了一塊錢 我爸爸 有一點 支持你 我姐姐 她已經一直工作了 她也幫我 那我就一去不回頭 所以聽明威的故事 我想起 其實你說很神奇 又不是 不過其實也是一個很typical的香港仔 睡鬥故事 你家裏又不是特別 有什麼錢 讀書又不是很厲害 那我去做酒樓 那做一做一下 那我又沒有人想到 原來要去做印刷 那儲到錢 又努力讀書 又操英文 然後又去 去美國讀書 回來 教書 然後又去讀過Master 然後又做私房菜 都幾個香港仔的故事 就是 奮鬥故事 我們說 除了做爸爸做賣雪糕 雪糕仔故事之外 明威也是另一個 酒樓仔的故事 我可以這樣說嗎 絕對是 我沒有想過 原來是 初次聽Thomas說 其實有做設計 做私房菜 教書 其實都是三樣東西 今次再聽到現身說法的時候 才發覺 原來你的背景是不止的 可能你說出來覺得沒什麼 但我覺得條路是很轉折 很多波結 是的 其實我覺得一個重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有決心 我覺得為什麼我可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其實我覺得決心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決心的話 你很多時候做了一些事 你會半途二分 所以這個也是 向後望 你看回 當日你做的很多事 你做酒樓 其實現在很明顯幫到私房菜 你說你去做設計 印刷公司 學英文 很多事都一環環相扣 我想你當日沒有想過 當日完全沒有想過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